不放Bosko纳吉出来就不投票 六周选来临之际 前手上纳吉的铁粉和家属 似乎都陆续出来放话 说他们已经失去耐心等不及了 不然周选就给政府好看 不出门投票 甚至还会倒戈到对手那边 这是在借机施压要挟政府 不是放就捣蛋吗 纳吉还是那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吗 就算人在监牢 外头的人还要净他三分 你看看就连上个月的巫统大会 巫统主席阿穆扎西在演讲当中 还演了一出声力俱下 要求同台的手下安华 救救他的好兄弟纳吉的戏码 当然扎西也没有忘了 像他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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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的基层喊话说 虽然纳吉在监牢里头 但他还是挺团结政府的 也希望政府可以夺得六周选举 要支持者们 你们sick do了哈 那当时候巫统大会场内场外 也广泛流传着声援纳吉的海报 明显是希望当局特赦纳吉的脚步 可以走得快一点 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有到纳吉的支持者 正在酝酿这些动作 还是担心这些人会扯政府的后腿 扎西在五天前出席活动时 再次透过媒体呼吁 纳吉的支持者们归队 纳吉已经表达了支持团结政府 他就说 他的支持者没有理由不跟随 但这番话 纳吉的儿女就不买单了 纳吉的女儿诺亚娜直接表明 虽然他的老爸是支持团结政府 但支持者并没有看到政府 为纳吉伸张正义的努力 儿子纳斯福丁如今也直接挑明说 很多人都明白 纳吉一般的支持率和基层的支持率 都是很强的 可能还超越对党的支持 但是看到政府特赦纳吉的表现 他们已经对巫统很失望 要说服他们支持政府已经不容易了 不排除会倒戈在野党 或许安华现在最好的回应 就是不回应 前务卿团长凯里最近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 安华现在也只剩下 静静不出声的招数了 但是周选之后 安华还是会被这个特赦纳吉的课题 继续缠身 到时候他要避也避不开了 因为巫统内部已经开始越来越躁动不安 如今政府一边面对着 纳吉的支持者施压 要选票就释放纳吉 另一边则是面对昔日战友的猛烈开炮 包括选择在周选当中脱离大队的 那对于你来说团结政府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选择呢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记得留守热点Hospot 带你关注更多的政坛大小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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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